因应地方选举 预理请分局特别录制了 布农族、阿美族、赛德克族、泰鲁阁族 与的反汇选宣导录音带 加强居民反汇选 还有反诈骗的观念 这几天呢 巡逻车是穿梭在大街小巷 来播放这个录音带 希望可以创造干净的选风 巡逻车来回穿梭部落 仔细一听是足语 内容是反汇选宣导 预理分局特别因应这一次 11月26号选举 特别录制布农语 阿美与赛德克、泰鲁阁族语的 反汇选宣导来加强居民 来反汇选 居住村民与年长者居多 并于布农族方言 会向村民沟通或宣导相关证令 透过母语来宣导 除了增进彼此的距离 打击部法的决心 杜绝、汇选情势以及选举 所延伸的不当暴力事件 形态是以部落为主 那部落中又以长者居多 所以按照部落的形态 他们方便使用的语言 与阿美与来跟部落的长者来做宣导 这样子的话 在效果上更能提升 反汇选宣导或反诈区宣导 这样的一个效果 玉丽班军呼吁 如果有汇选、假讯息以及暴力情势 也可循 友善通报网络 向当地的派出所 或者是分局侦察队来通报 藉由锦名其力合作 共同创建优质干净选举的环境 这是高双双玉丽镇采访报道